菲西卡拉总组造 希望媒体激励社会舆论 关注阿鲁安娜的人性尊严 意大利各报章都集中评论这位昏迷的妇女 由于切除了食物与水的供应 三天后,就是2月6号 她因心脏衰竭而死亡 这是一种挑衅 一种正面的挑衅 让人明白 每一个人的捐言 我们不可否定 在任何生命的阶段都不可缺乏赚言 希望这样能够引起挑衅 而产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然后,获得社会上某一些机构团体的支持 我们就可以定立管用与可观的法律 来保障生命 2月20号 教廷回复生命研究院 举行第15届全体大会 教学,可以展示科学的进步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说 科学缺乏伦理 对任何人而言 都不是一种进步 教廷回复生命研究院的会议 已于2月21号结束 教宗本独十六市借鉴于会者